再带您看到 吉安湘都市计划有三笔公社土地 规划为儿童游乐场用地 部落聚会所和停车场 由于土地所有权是退府会台东农场所有 而为了要解决这个地方未来的发展 那么花莲先议会召开专案会议 召集了黄新 同时也邀请立委政天才东福中新 希望透过专案会议的方式来讨论 那么退府会能够把这个土地交移给 台湾联县政府来加速地方的发展 吉安湘都市计划日前 已经通过第三次通版检讨了 但是吉安湘有三笔公社土地未拿入其中 因为土地所有权是退府会的 没有下滑给花莲先议会和吉安湘公所进行规划 你想到地方的未来 花莲先议会并且召开专案会议 来讨论这个解决之道 检讨之后 都市计划变成之后 化成之后 规划完成之后 那早期因为 这个是国有地 亭武跟儿市的部分 都是国有地 国家的土地 当然中央是政府 地方也是政府 同样的政府在都市计划 透过规划的一个多次的一个检讨之后 化编为公共设施用地 但是委托因为这块土地早期 委托了我们的辅导会 中央的辅导会来做管理的单位 辅导会现在目前的情景 使用的情景 是租给老百姓 收住金 收住金 那也没有 以前在都市计划通完检讨的时候 也提不出很好的计划 所以中央政府也就把它化归 我们地方的一个停车场 跟儿童游戏场 我们很高兴 107年底就已经底定了 但是辅导会一直占用这个区块 不愿意给地方作为公共设施来做使用 再讲它已经危害到我们地方都市的一个发展 我们诚切的希望辅导会在这里能够放手 放给我们地方来推动地方的一个建设 这是我们地方乡亲的一个福气 因为整个都市计划能够通过 通完检讨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我们是很期待的 那地方政府也是很努力的 希望能够取得这块土地去规划 尤其我们永安 活动中心北侧的停车场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将来原住民的计会所的部分永安 永安 头目今天也特地带了我们的乡亲来 希望郑天才政委员在这个区块 中央的区块跟我们行政院东府处能够协助我们地方 真的来推动这一块的一个建设 也希望辅导会能够放手 能够放手 委托给地方 那地方来做管理 因为儿童油气场的部分现在是荒烟漫草 那种了几颗的一个香蕉 那占用在那里 其实对地方的环境也是很不好 那真的是 在这个区块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做努力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是政府 都为老百姓来工作 来努力 那环心是尘窃的一个期盼 补导会放手 让我们地方来规划 那我们地方会按照都市计划当初的一个规划 需要地方的请求跟需要的部分 照着步伐来走 我相信乡公所也一定会配合县政府 一起来做推动 招决人黄欣先言李正文 徐雪玉 李布什以赖 立委政天才 吉安乡公所秘书 永安村长 台湾村长和吉安乡部落头目 来参与这次的专业会议 招决人黄欣表示 他也会继续督促 吉安乡都市计划的未来 共同来解决地方长远的愿景 记得中文华诚不倒